男子渾身是血瘫倒在地 救護人員趕緊上前查看 不要站起來 只有坐下 脖子會不會覺得三合不會打 不要亂動 但男子全身散發濃濃酒味 不斷掙扎 大喊要廁所一度把石門水庫拉下來 救護人員眼看他要就地 解決 趕緊阻止 男子把酒風狂喊要上廁所 救護人員使出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他抬上救護車送醫 事怕台中中間路和金馬五路口 凌晨三點左右 這名男子喝得醉醺醺 還騎車上路一路闖紅燈飆速 最後僅衝撞停等紅燈的貨車 男騎士失控追撞情緒激動 除了散發酒氣還自爆有喝酒 最後被檢查出來酒測值超過標準 即使狂毒像尿尿也改變不了酒駕的事實 記者 李文斌城廣的謝雲珍 台中採訪報導